说来 我和九哥公主 都是老师的学生 学生之间互相切磋 又有什么不可呢 再说了 九哥公主还没有表态呢 杰律郡主又何必操心呢 好 比就比 我不怕 那好 那由我和九哥公主先开始了 一样一样 然后再来 五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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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月师的茶 浓艳醇厚 甘滑香烈 承得煮茶之道 然 九哥公主的茶 汤色明亮 出品无味 再品 回甘无穷 手法别指 两盏茶各有千秋 胜负难断 方才月师说了 此番豆茶意在检验学子们听课是否认真 九哥 本君方才说是先放水还是先放茶 你可还记得 此番豆茶 月师胜 休息一刻钟 下一组节律和烟食物 等等 有话跟我说 我如果真的记不如人也就算了 但是你随便想个由头就这样判我输你什么意思啊 本君的话 你可有好好听了吗 就因为我没有好好听你讲课 你就这样记仇啊 看来我的话 你果然没有听进去 我非要好好听你说话吗 嗯 我就不该来问你 别动 干嘛 去吧 你可这记恒今日跟老子说了好几句话 你们组 开始 停止 小燕 不要再傻看了 快些开始 好 停止 小燕 你的茶水满出来了 一篓子看 她大概也是觉得我痴心可许 借着豆茶之机跟我多说几句话吧 喂 老子跟你说话呢 你的茶都凉了还喝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小九 我说你最近怎么了 怎么总是走神啊 老子跟你说话呢 你说什么 老子说 不要管冰块脸说了什么 老子今天来找你 是一位蒙少约咱们去醉里仙吃酒 又吃酒啊 上次不是说了 醉里仙新来了一批舞鸡 走吧 看热闹去 走吧 走吧 嗯 嗯 话说杰队为什么没来啊 他啊 已经闭关好几日了 为何要闭关啊 这不听说 今年的平泼果 能让容颜永保青春 他也想要 宗学竞技赛 就快开始了 近几日 宗学又为安排帝君授课 他索性就闭关训练了 嗯 原来如此 蒙少 嗯 这些就是你说的 新来的舞鸡 对啊 怎么样 跳得不错吧 哼哼 比极衡远师差远啊 这么快比赛就要开始了 看来 我得抓紧时间了 这舞鸡跳舞跳得好 长得又好看 还是蒙少你的眼光好啊 来 我敬你一杯 站 这范茵谷还真是好地方啊 景致好看 人也长得美 而且 这天地间 唯一一棵结果的平婆树 也长在这儿 你不是一直想离谷吗 怎么今日 突然夸起范茵谷来了 我这不是之前 刚来不是很习惯吗 现在得亏有你们这些好朋友 王上 敬你一杯 来 蒙少 我也敬你一杯 来 来 话说 这平婆树啊 那日 我路过解欧泉 听到这巨蟒的声音 我都已经吓得要跌到地上了 你还有害怕的时候啊 我小时候不是一不小心 掉进过蛇窝吗 你没听说过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那四尾巨马 凶猛得很 你们可千万当心 别靠近蛇阵 他们不会出来吧 放心 那倒不会 他们是专门守护平婆树的 不会轻易离开 只要不去到那平婆果 他们是不会伤人的 不会轻易离开 你的意思是他们还有离开的时候 蒙少 先喝酒 来 好 来来来 来来 马上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每逢月圆之夜 知音之时 这四位巨马便会离开几个时辰 去汲取天地之灵气 是 果然是灵蛇啊 蒙少 喝酒 喝酒喝酒 快喝酒 一口 早 老板 多喝酒 这 mans 谢谢大家